大家來的朋友 絕不來絕不來 我所有的販貿全都猛貨有 我的走路其實是從商鸟開始 我為了看一隻 找一隻老鷹 聽說大安溪有老鷹 我們就從大安溪南岸走到北岸 就是要去找看看大安溪的河下游 有沒有老鷹飛起來 我的走路是從這裡開始 那爬山跟走路是連結在一起 十六七歲爬山 我如果印象最深刻是在埔里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只是以為同學說 我們快拿去抓蝴蝶 十六歲十七歲 坐公車 從台中坐到撲椅下來 然後那個蝴蝶人 就交給我蝴蝶王 但是就給我一罐水 路不能講 不能上廁所 一定要做到 十六七歲 哪有什麼問題 可是真的是很痛苦 一路想上廁所不能上 然後就去走那個山路 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那一條 走了很久以後 終於到了一個地方 他就說好 你們兩個剪刀石頭布 贏的就可以先上廁所 輸的還要再忍 要上廁所的時候 你要先做一個土堆 一個圓圈 一個大圓圈 把你的尿尿在那個圈圈裡面 真的沒過多久 半個小時 那個時候喔 那種一九七年代 蝴蝶一個小時就在你的尿的 把你的尿 你的尿就變成麥當勞 STARBUCKS 然後全部過來 然後你就補充 一抓 一次都一百隻兩百隻 那個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蝴蝶的這種山徑 不好走 不能上廁所 對山是什麼感覺喔 我會從低海拔到嘎海拔去認識 一座山 到年紀大的時候 就會開始累積很多資料 累積很多資料 我很迷海 因為我們有海境 我除了軍艦可以出海外 後來不能出海 我全部是讀海的故事 但在一邊讀海的故事的時候 是慢慢被山吸引的 因為山可以進去 海不能前往 那種香濕樹的那種小汁 對 打那種木樁比較好 比較不會爛掉會怎麼樣 那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 以前很多步道也都用病 我最喜歡的就是說 這一種博物學團隊的旅行 有人懂植物 有人懂哺乳類 有人懂土壤的 然後有人研究昆蟲的 這樣的七八個人 走一條路的時候 每個人視野不一樣 大家可以討論 然後去走 台灣已經 大家被熟悉的路線 我們重新用一個最新的角度來看它 重新去詮釋它 走出一種新的可能 我希望我 不只是八十五歲我九十五歲 我還能夠去爬上很高的山 你想想看如果八十五、九十五還能夠上去 哇那真的是 非常謝謝老天爺 給我這個機會 到了這種年紀 每次爬一座高山 就會有很多的感激 那個感激 那輸入學家會來這邊跑 有對這個 日南山林 越來越感謝它 午兩天 天堂 大人 坐上嬲嬲 再厨 我們崅禮